手機作為當前市場最大 也是玩家最多的載體 許多大廠早就已經為了這個平台 全力開發了許多作品 在這其中 許多玩家當年回憶中的同名遊戲 或是目前最受歡迎的大作 也都陸陸續續的以全新的面貌 在這個平台上重新閃用 像是知名的老牌遊戲《夢幻模擬戰》 天堂或是《黑色沙漠》 都已經推出了手機的版本 並且同樣獲得了極高的人氣 也讓這一波波什麼作品都要M 化的狂潮 至今仍然沒有消退的跡象 那麼到底還有哪些遊戲 也已經宣布要推出手機版 甚至有哪些作品可能會推出手機版呢 就讓電玩瘋帶大家一起來瞧瞧吧 首先要提到當然就是目前全球玩家 最矚目的暴雪招牌作品 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遊戲自去年的 Blizzcom 首度登場亮相 並隨著台上研發人員的一句 你們要用手機嗎 對 你們都用手機 讓遊戲之後的硬舉一動 都受到全球玩家的關注 而與暴雪合作開發的網易 不久前曾透露遊戲開發的進度幾乎都已經完成 就等暴雪點頭放行就能推出 因此或許不用等太久 玩家就有機會在手機上玩到暗黑破壞神 永生不朽囉 暗黑破壞神的手遊畫 可以視為未來暴雪將積極轉戰手機遊戲的序幕 畢竟暴雪總裁也在去年的 Blizzcom 中表示 未來的目標是將旗下所有作品都帶到手機平台上 因此哪天老牌現場遊戲 魔獸世界 或者是鬥陣特工推出手機遊戲的話 玩家們也不用太驚訝喔 自2016 年任天堂推出了首款手機遊戲 超級瑪利歐酷跑後 老任對於這個全新領域作品的開發 也越來越得心應手 包括聖火牆目錄、動物之森 或是與別人合作開發的失落的龍伴等等 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就在去年初任天堂宣布 第二款瑪利歐相關遊戲 瑪利歐賽車巡迴賽的消息後 等待許久 遊戲終於也在前陣子展開封測 並預計今年夏天就會問世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瑪利歐和寶可夢這兩大招牌 都已經先後登上手機平台 那麼任天堂的另一大招牌 薩爾達傳說推出手機版的可能性 當然也是不小 畢竟先前就傳出過任天堂 考慮在手機上製作薩爾達新作的消息 要是傳言屬實 到時候玩家就有機會在新平台上 與林克一同踏上未知的旅途囉 早在 2011 年 Capcom 就已經將 《惡魔獵人4》移植到了 iOS 平台 推出了《惡魔獵人4 Reframe》 但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 在手機上就沒有《惡魔獵人》的相關作品 一直到了去年才出現了一款 授權給中國雲唱遊戲研發的 《惡魔獵人 巔峰之戰》 這款作品由 Capcom 參與監製 希望盡可能的在手機上還原該系列招牌的連段 以及浮空攻擊等玩法 而玩家喜愛的《彈丁》、《維吉爾》 以及《雷蒂》等眾多角色也都會收錄在其中 除了《惡魔獵人》包括快打旋風、死亡復蘇 甚至最近公布的《戰國Basara》戰鬥派對 Capcom 對於自己旗下作品以及到手機上 一直都是抱持著相當開放的態度 其中不乏許多高難度操作的作品 既然如此 Capcom 是不是有可能繼四代之後 讓《惡靈古堡 2 重製版》也在手機平台亮相 或是為它打造一款全新的作品呢 在去年於 NS 上推出的復古風 JRPG 《奇路旅人》創效銷售破百萬的好成績 被玩家封為手遊天尊的 Square Enix 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好機會 在今年宣布將於手機上推出系列正統續作 《奇路旅人》大陸的霸者 遊戲的故事將以 NS 版數年前的 《奧魯斯特拉大陸》為舞台 描繪全新的劇情 至於戰鬥方面 則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崩潰以及增幅兩大要素 以此彌補等級的劣勢 讓玩家能夠一致取勝 先不說地位崇高的 DQ 和 FF Square Enix 早就已經為它們推出過了無數的手機遊戲 去年才竄起的《奇路旅人》 也很快的獲得青睞 將要轉戰行動遊戲平台 這樣看來近期才宣布銷售量突破400萬套的 《尼爾自動人型》 大家最喜愛的2B小姐姐 卻只是不斷得到各遊戲中合作串場 遲遲沒有自己的作品 玩家們會不會為它抱不平 希望 Square Enix 能夠早日推出尼爾的手機遊戲呢 提到 RPG 的話 怎麼能夠忘了《萬代男夢宮》 於去年宣布的《時空幻境》系列新作 《 Tales of Crystoria》 官方已從智慧型手機開始的全新傳奇 作為本作的標語 故事將透過多個章節的角度來描述 並以最為主題 敘述主角背負著罪過 為了自己重視的事物而活下去的故事 遊戲的戰鬥採用回合制 玩家將能在累積一定行動之後 施展帥氣的秘妖翼 一連介紹了這麼多款經典日式角色扮演遊戲 是不是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呢 沒錯 那就是我大P5天下第一的女神一文路啦 雖然目前已經有風格大轉變的D2 真女神轉身 Liberation 但對粉絲們來說會不會覺得 還是想要玩到最圓之圓位的女神一文路手機遊戲呢 不讓眾多大廠專美於錢 去年推出後就廣受好評的獨立遊戲 死亡細胞居然也宣布 將登上手機平台 玩家將可以在今年夏天 在手機上體驗大讓角色一次次流暢死亡的操作快感 同時官方也表示 為了增加手機遊玩的便利性 將會額外推出Auto Hit 的模式 藉此簡化操作 避免玩家在小螢幕上手忙腳亂 連標榜超高難度和豐富操作性的死亡細胞 都能夠移植到手機上 那還有什麼遊戲不可能 看到這裡是不是有玩家已經開始集氣 希望另外一款死了千遍也要繼續冒險的超人氣獨立遊戲 Polo Knight 也能夠在手機上玩玩看呢 繼絕地求生 要賽英雄後的另外一款現象級遊戲 Apex 英雄 在不久前 EA 的財報電話回憶中 也確認了要開發手機版的消息 EA 想要打鐵趁熱的 將這款他們歷來發展這一塊的作品 提供給更多玩家體驗 藉此獲得更多的用戶來推廣其他遊戲 希望在推出之後 能夠有效降低神仙打架的場面 同時持續更新替玩家帶來新鮮感 究竟手機版的 Apex 英雄 是否能夠再創家機 寫下新的紀錄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從以往的經典作品 紛紛轉戰手機這個新平台 到這幾年來 每款現象級的吃雞遊戲全部都手遊化 甚至連推出多年的英雄聯盟 也在最近傳出了正在研發手機版的消息 由此也不難看出手機遊戲市場的吸引力有多大 隨著硬體不斷的發展 移植到這個新平台的障礙和以往相比 也小了許多 現在遊戲是不是要推出手機版 似乎就看廠商自己願不願意而已 雖然今天電玩瘋腦補的不一定會成真 但相信玩家們心中一定也有一份清單 寫滿了希望它能夠推出手機版的作品 玩家們你希望能夠在手機上玩到哪些遊戲呢 一起在留言區中跟大家分享討論吧